主席人 主席情 全球的志願 給你拔感情 不怕痛 不怕痛 等來合唱是命的痛 等來合唱是命的痛 小琉球地標花瓶石 總立在港口一旁 皆成歡迎大量湧入的遊客 根據鄉公所統計 2009年遊客有17萬人 5年後暴增到42萬 小琉球身為旅遊天堂的地位 在節節高升的遊客數量下 似乎無可撼動 然而2015年4月的媒體報導 卻帶來眾多困惑 媒體聳動標題下 指出有850噸的垃圾囤積島上 惡臭四處飄散 這樣的新聞使得碧海藍天的小琉球 瞬間烏雲密布 沉重低氣壓清洗整座小島 垃圾從何而來 天堂已成了地獄嗎 難道美麗的小琉球 真的是一個垃圾島嗎 2015年6月 為了見證小琉球 真正面目 我們來到屏東縣的東港碼頭 駛網小琉球的航班來回對開 返程遊客魚貫下船 他們是否曾經想有一段美好的假期 我們並無把握 港口內垃圾 隨著波浪漂浮於船頭 近在咫尺的小琉球 能夠置身是外嗎 小琉球位於台灣西南部海面 與高雄港相距約35公里 距離東港鎮只有14公里 快速渡船12分鐘就能抵達 今天風浪稍大 通過顛簸的海面 我們鳴笛進入小琉球的平靜港灣 令人驚訝的是 水面上 碼頭上都看不到垃圾 只有排著長龍的遊客隊伍 其中有人透露 附近的潮間帶正舉行激動淨灘的活動 囤積近百頓垃圾的島嶼 能有什麼樣的淨灘活動呢 我們來到潮間帶入口 的確看到有人聚集 但主旗試著正在打電話找幫手 他們能夠完成這次的活動嗎 淨灘又有什麼目標呢 希望觀光客來到這邊 還有我們下一代的子孫 有很好的生態可以看到 這個空間的草 這個粉 淨灘的目標非常遠大 但場面凌落 組織鬆散 我們心中涌出了許多的疑惑 為什麼會叫激動性的淨灘呢 就是只要志工們看到哪裡有很多垃圾 突然今天比如說哪一個小屁孩在那邊放鞭炮 放一放沒收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就趕快打電話說 那裡很多垃圾 大家趕快去撿一撿這樣 所有的志工都是怎麼發動來的 我們透過那個平常在聯絡的群組 就LINE的群組跟那個 跟臉書這樣子發布來 從事這樣子的激動性的淨灘差不多多久了 這個喔 不可考了啦 從大家志工開始到現在也不知道多久了 很多年了啦 只要剛好有空 哪裡有垃圾就去哪裡的志工們 出發前進朝間帶 大家相信今天一樣會有很好的成果 因為小琉球的海邊什麼都有 包括百元大鈔 唉唷 這間就是一百耶 你好 我是拿在警察局嗎 我是不是我的 垃圾變黃金了 對… 垃圾變黃金 小琉球的海邊什麼都有 但垃圾還是比鈔票多 志工們頂著烈日檢時辛苦分類 語句漂流木 玻璃瓶 塑膠品 無意不缺 撿到看不懂的 紫繩製工也會隨時提供經驗分享 七番角 牠本來就是海飄零啊 牠跟椰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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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保麗龍嗎 牠跟椰子一樣 牠跟椰子一樣 沒啊 為什麼會變那麼黑呢 然後又臉色 角牛球激動淨灘 好似全民運動 時間有彈性 參與的成員也多樣性 我沒有要 今天的志工組成 就有临时加入的游客 七家带卷的居民 来岛上实习的学生 在当地服情的替代役 以及支持永续经营的民宿 或是旅游业者 更重要的是 还有能够实质赞助的观光部门 大浦湦国家风景区 管理是13个国家风景区之一 其实我们的观光局 真的都一样 都对我们的观光环境 是永续的经营 所有这个环境部门 其实我们也就是尽量在为我们 像这个今天 那个就是在地的NGO团 小小球生态楼林们 外事个系统工作 我们来做经常活动 那我们大浦湦国家风景区 管理事业 故意于律来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来出资一些工具 让大家还有这个工具可以使用 让我们这环境更好 所谓众志成城 短短的时间内成果斐然 一袋袋垃圾排着队 等待送入环保车内运走 大家拉起了布条 拍张照片 记住今天的偶然相会 是为了日后的永恒美好 交流求情赞 静摊结束后 潮间带恢复了本色 虽然不可能真的永恒 但暂时的捷径面貌 已经足以让退潮时刻来到的访客 享受一次难忘的生态之旅 注意我们是来这边看生物的 所以说我们不要去破坏生物 OK啦 那你们待会如果要离开 不要带着任何东西离开 因为这边是管制区 所以说我们进来的话 都要数人数的 以一位生态导览者而言 陈聪吉的外表有些冷酷 其实他有一颗炙热的心 参加生态之旅的学院们 都能感受陈聪吉 推销故乡之美的热情 也了解他 以循循善诱的方式 推广环保的观念 他的名字 他的洋岁竹 他本身对我们的海洋帮助很大 因为这一只生物 他是属于杂食性的生物 他什么都吃 所以说他就成为 我们海里的青稻夫妻 像我们所有的海生 他都吃到在成长的 他会设取沙子里面的 微生物跟矿物质 来撞到他自己 然后他再把没有用的沙子 完好无缺的排放出来 那就是因为这个排放 所以说海参 它是我们净化沙滩的最大工程 不要小看这只海参 因为这只海参 一年最少可以净化50公斤的沙子 所以说我们有这些沙滩 几乎都是海参 它们在净化的比较多 陈聪吉从不说教 特别介绍对环境有贡献的生物 是盼望人们 尽心领受小琉球之美 尤其是丰富的自然生态 必须要仔细观察 油彩腊磨虾是珊瑚礁的守卫者 因为它是海参的天敌 而海参会啃食珊瑚 只要有油彩腊磨虾在 海参的数量就会受到控制 海胆石鳖在退潮时到胶岩上刮食藻类 捕捉漂浮的有机碎屑 身上的黑色长旗 保护自己也可以卡住碎屑 潮尖带有许多奇妙生物 通常躲藏在洞穴或是岩石缝隙 熟门熟路的陈聪吉找得到他们 但希望尽量不打扰他们 而游客踩踏椒岩可能误伤生物 所以陈聪吉主推的导览行程 其实不在潮尖带 而是夜晚的陆地 白天不受人注意的角色 在夜色下要上舞台 棋盘角是其中之一 射出壮的丝蕊 只在晚上的时候绽放 一时之间宛若夏夜里璀璨的烟火 好戏还在后头 台湾原生种的碎花棋盘角 以另一种高雅姿态 释出淡淡的清香 雪白的花蕊连串奔放 人们只能默不转睛地观赏 心中感慨它仅有十多个小时的短促生命 兽林中瀑布般垂下的藤蔓大有玄机 数以千计的淡纹青斑碟就像碎花一般成串的攀附 灯光闪动的干扰只会使斑碟稍加摆动双翅 它们不会离开 这片树林已经成为它们固定栖息的家园 小琉球的夜间生态大有可观 一团又一团的学员四处地探访 如果导览人惊艳老道 这趟行程必定满载而归 就像去看老朋友一样 陈从琪穿过熟悉的巷道登堂入室 这次他要当众宣布老友的隐私 为什么我知道他在这边 因为昨天我们来他也是在这里 那这种小鸟我们每个人应该都认识他 他就是我们城市三峡里面其中一个 那我们城市三峡就是谁 麻雀 绿绣炎 白头翁嘛 他就是我们的白头翁 那你们有见过这么胖的白头翁吗 白头翁大概只有他一半而已对不对 为什么他会变大 因为我们日期性的小鸟 他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羽绒就会膨胀 膨胀加上他的头往内说 自然而然他整个就变宽了起来 你一整年来都可以看到他在这一个位置 因为小鸟他们都会有一个什么习性 生物都有习性 包括人类 习性有好有坏 随地丢垃圾是不好的习性 到了小琉球著名的景点美人洞 陈从琪就会以此借题发挥 早年的美人洞因为当地妇女 在此喜悦而得名 后来利用水池的人越来越多 环境逐渐脏乱 不知何时起 门口悬挂了一面禁告牌 有没有看到这边写着禁告 观音佛祖只是止水池平安吗 不可在水池洗脚手请各个合作 那这一块牌子有没有用 很好用哦 这一个水池在早期 它等于是一个小型的垃圾山 不晓得哪一个那么聪明 他懂得利用这四个字 观音佛祖 那自从有了这四个字之后 这边从此就变干净了 我们居民再也不敢乱丢 为什么是我们居民而不血口口 因为这边有些鞋印你看 不可在水池洗脚手 脚手的台语叫什么 在观音佛祖的看顾下 美人洞不再有人丢垃圾 但这样的自律 并不足以解决全岛的垃圾问题 陈从吉来到位于北端的望海亭 指出小琉球的地理位置 才是大量垃圾形成的缘由 在沙滩的时候 你们都会看到一个共同点 垃圾特别的多嘛 那这些垃圾有八成以上 都来自于进口的 进口位置我们桃安本岛 进口地点我们的云林的 湖尾溪以南到东港溪这边 它只要每一次吸水暴涨 所有垃圾就往小琉球那边带过来 那小琉球这个桥岛就专门在接受 这几个地方的垃圾嘛 那我们这边会怎样会进滩 我们终于了解 为什么进滩要激动 天气会变化 海流有强弱 外来垃圾随时堆积沙滩 加上游客制造的废弃物 也常临时暴增 所以只有激动进滩 才能因应变化而行动 但我们也想问 辛苦的志工再怎么清理 也只是淨滩 沙滩之外 抱上写的八百五十顿恶臭的垃圾 又是怎么回事 因为有隔海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垃圾的集中地 把它存放起来 打包完了以后 再用货船再运到东港来处理 垃圾没有办法每一天 把它再运到焚化炉 那集中在一个地方 如果有雨林跟日晒的话 那当然它会产生有臭味 不能每天将垃圾焚化 似乎是小琉球的宿命 2002年新建的焚化炉 停滞不用已久 根据屏东县环保局的解释 因为垃圾量不足 焚化炉停停开开 造成了运转成本过高 有毒气体带要新的溢出 再加上离岛环境 使得焚化炉机具容易锈时 所以仅仅两年后 就因为多项设备损坏而无法运作 一直停摆至今 小琉球财力有限 不提修复焚化炉的费用高得吓人 即使是废弃物转域台湾焚烧的预算 也不一定可以顺利编列 报上所说的850顿垃圾 其中的一般垃圾 已经堆积了4个月 资源回收物更长达4年没有处理 所以才传出了垃圾岛的雾名 其实报道的有点夸大启词 让我们琉球人会蒙上一层的那种 英明存在 垃圾只要把它做一个整理 打包 把船运的工作大概就完成 另外一个是资源回收 还好就是大家在上级的一个资源之下 还有包括我们这些清洁队的队员 大家都非常辛苦 海洋部队刚好把这个资源回收工作 也把它整理完成 小琉球紧急动员 首先克服经费的困难 然后从环保局 乡公所到国军弟兄 出动40多人 每天12个小时 450吨飘折恶臭的名声垃圾 不到10天清除完毕 接着处理比较麻烦的资源回收物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堆积场终于焕染一新 所有的资源回收物 从这边堆得很高 从这边一直堆堆堆到那边去 这是整个 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清得差不多完成了 只剩下这一些而已 资源回收的困难在于分类即为费工 以及高成本的船运 近年来又雪上加霜 小琉球垃圾转运站是东港 原来的货运码头改成了客运使用 垃圾卸货时间因而不足 岛内回收分类工作也十分艰困 相公所的清洁队无法一肩扛下 好在他们还有一群伙伴 能够大力的支援 我们跟慈激原则是伙伴关系 那我们也感谢慈激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 其实慈激他们都是发心来做的 也没有酬劳 那我们清洁队也是很感谢他们 如果说他们如果真的没有做到 我们的工作量大概会增加到两至三倍 清晨的阳光照亮慈激接近会的共修处 也披洒在对面陈寿山师兄的住屋 对于资源回收的志工们而言 一日之际就从现在开始 就像大多数的琉球人 陈寿山以前在外地工作 观光兴盛后许多人回来 从事蓬勃的旅游业 陈寿山则开始了资源回收的生涯 他专心又专职 一做就是十八年 将来也不会停止 这是开阔置业 充实岁月 从不寂寞 所有慈激志工 都是共修功德的良友 这位师姐是在美联堂 在做幼稀生理 他很有心都把游客吃的东西 待会儿他就买回来 长期都是这样做 鸡蹄 鸟叫 蝉鸣 轻快的夏日组曲中 岛屿上的大街小巷 充满了人情味 遍布各处的回收站 站站都有节远的众生 若是不小心错过了 就赶快回头 这算固定点 因为我们的时间 就是为了要出到百五百万的保特品 我们先跳过 结果主角看到我们的环保车 他把我们叫过来 算说很感恩 我告诉他我们不记住了 真不好意思 我们摆过来了 我们摆好了 要帮你摆过来了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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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船是 那位船是 最困难的船运也解决了 运失方面有问题 因为都是要靠船嘛 那位船是 比较花心 他们十几年都附持我们实际的资源 他们都很花心地把资源 再到台湾那边去 工程轮船公司 以载运建材 重机械为主要业务 船公司老板 皇帝方 人称 帝宏杰 当年听说此季需要帮忙 表明愿意载运 不收分文的费用 皇帝方的一诺 有如千金 近二十年的光阴 悠然而逝 皇家的下一代 已经接手营运 帝宏杰的承诺 依然被认真执行 我们也愿意啊 就尽一份心啊 做得到 就大家尽量帮忙就OK啦 由于停靠码头时间有限 紧急上货后又匆匆出港 船公司的正常营运被耽搁 陈寿山夫妇心中有些不舍 只能感恩地挥手道别 工程轮出了港口 身影越来越小 但在汪洋之中 它绝对是一艘充满安心的大船 面对外来冲击 琉球人自有应对之道 沙滩堆积的垃圾中 漂流木若不清除 腐败后更易污染海岸 经常在沙滩上徘徊的王先智 从单纯的淨滩中 爱上了漂流木 简师多年成了专家 他以气味分辨木材的种类 以及优劣 并且决定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人们眼中的朽木对王先智而言是可造之材 即使再粗再重也要奋力扛走 因为每一块都具有无限的潜力 王先智是当地漂流木人文艺术协会的理事长 会所规模不大 但是在小琉球是重要的文创据点 看得懂门道的访客络绎不绝 本岛冲来的各种木材在此汇集 化身为具有小琉球特色的艺术品 漂流木在王先智的手中 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他细心地打磨每一片木板 堆在墙角的半成品和完成品 是这两天努力的成果 未来这样的工作可能会没完没了 多年收藏的漂流木堆满了好几个房间 切割好的原木正等着勤快的主人来加工 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 王先智经营的民宿展出了他多数的成品 房间走道上 成牌的原木板释放着上等木材的清香 进门的厅堂 漂流木制作的饰板 家具 桌椅 还有他所收藏的木雕艺术品 在每一个角落 宣示腐朽化神奇的理念 王先智的兴趣还不止在漂流木 营造业出生的他 亲自打造这栋建筑 就在深挖地基的时候 他发现了是前时代的宝贝 因为地壳隆起 角流球在约一万年前浮出了水面 形成了一座珊瑚礁岛屿 它的基盘是琉球羽泥盐 覆盖其上的是琉球羽石灰盐 大部分出漏于地表 由造胶珊瑚 贝壳 石灰藻 以及由恐虫的遗骸组成 一万年来风吹雨打 露出的石灰盐部分被侵蚀成土壤 王仙志挖到的大型车渠背 就是埋在土壤与石灰盐层交界之处 它是万年前的生物 死亡后深埋地底 能够与世人相见 应该归功于对家乡地质 最根究底的王仙志 小琉球土壤就是有一米一米五的土壤层 所以才能种一些芒果 树木 所以我们这边的树木芒果都长得很漂亮 然后下去就是一米一米五的珊瑚礁层 然后下去就是脸土 脸土有比较黄色的 然后再下去就比较黑色 王仙志的解说源于他自己的观察 如果有人发生疑问 王仙志就会提出证据 他扛出了一桶重物 里面都是挖地基石保留下来的泥盐 甘乌礁的下面那一层就是比较黄色的 下面就是比较黑色的 这是脸土 这个脸土的下面 刚好是那个我们小琉球 以前是吃地下水 从这边冒出来的 因为它是慢慢地冒出来 所以以前是那个古卷 那时候没有那个自来水的时候 都是用那个地下水 大家都分水 一天只能一点点而已 如果要洗澡 洗脸 就一脸盆 这是从脸上洗到脚下 然后那个水还是没有浪费掉 还是浇花 浇树末 小琉球的黏土 珊瑚礁 以及覆盖地表的薄层土壤 都不利于种植 加上水资源不足 所以每棵树都很珍贵 像这样的一片芒果林并不多见 由于低农药 芒果树常有病虫害的困扰 由于低施肥 芒果的卖向也不太好 水分比较少 芒果的特色就是说比较小 看相不好 但是口感很好 比较长的 比较大的 那个芹蕾比较多 除了无丝 口感好 也许土壤有别 小琉球土产芒果具有独特的香甜味 犹如长在深归无人知的小家碧玉 知名度不高 却是极品 每年收成 几乎全由当地人享用 王先智的夫人林美族负责民宿的经营 她曾经是多届的民意代表 最喜欢请访客品尝当地芒果 夕阳心下 海面围风吹来 人的热情 水果的甜美 这一切必将在访客心中 成为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入业之后 小琉球的另一种土产开始活动了 每年五月到九月 露蟹进入繁殖期 海洋呼唤着露蟹去岸边产卵 途中惊险重重 最可怕的是虎口般的马路 能不能越过要看运气 更要看人类是否愿意给他们一条生路 露蟹大队同时出发了 曾玉文顶着头灯 率队寻意在暗黑的公路 连续数年的露蟹生态调查 志工们已经非常专业 能够快速地辨认露蟹的种类 也能够快速找到命案的现场 露蟹这个时候是高峰期 就是过马路的高峰期 现在看到一只露蟹被压扁了 而且从头碾过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圈起来 然后记录它的蟹种 然后记录时间 记录录段 我们路上这里都有喷号码 其实一开始 我们没有做这样的动作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把露蟹的尸体移走 它就白白牺牲了 我们开会讨论的结果是 把它圈起来 然后写上日期 第一个 我们只要在马路上 就看到知道 哪一个路段路杀最多 第二个 把它的尸体留在圈圈里面 又可以警告下一个行人 台湾的路线七地中 小琉球是少数保存良好的区块 曾运文成立路线观测小组 详细记录路线生态 期望将来有充分资料 对工部门提出建议 同时因应游客暴增 所带来的危机 光是这个路段才在一公里多 我们现在没有包括 全岛的环岛公路 只有这个路段 一个月都平均大概几十只 会这么少 其实我们也意外 后来我们发现 从我们在开始生态调查的时候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 穿着这样的服装 然后带着头灯 所以游客或者是导览人员 骑过去的时候他会看到 所以自然而然他会放慢速度 骑机车环岛的游客呼啸而过 现在因为护蟹志工的出现 而开始注意到 轮下园区的生命 路线观测小组 并没有质得意满 他们谨慎记录每一个夜晚 保护小琉球的生态 他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奉献的时间也将会更长 因为都是晚上 而且大家都有家庭嘛 有时候甚至有小孩子啊 不过我还是鼓励他们 把小孩子带出来 让他们从小接触这些东西 比较辛苦的时候都是晚上 甚至今年追加的降海 还要半夜起来 半夜两三点就要起来 深夜记录路线的降海繁殖 虽然辛苦 却是动人心魄的时刻 路线不惜一切 前进大海的决心 令人不舍又敬佩 亲眼看到路线妈妈成功试软 就更加令人感动了 鹿蟹孵化出一只只的幼虫 在海中以更小的浮游生物为食 要经过多次的脱壳 才会变成小螃蟹 在他们返回陆地生活前 如果水域受到污染 那就是比鹿沙还要严重的灾难 面临小琉球游客量只增不浅 邻里的民宿大量排放民生废水 相公所因此不得不有所作为 污水处理建在线上 在这之前 已经有人愿意自我约束 民宿业者陈隆杰 每天拉水管浇灌很容易干枯的草地 他用水用得很安心 因为全是循环使用的废水 最后排入外沟的也是净水 我的排水是跟人家不一样 我有做污水处理系统 让污水然后进入我所设计的机械里面 然后让它出去的水是干净的 所以这样子一来都不会造成 我们小琉球一些生态的污染 陈隆杰经营的民宿 新建时不断的追加预算 在一定时间内不可能盈利的状况下 他仍然坚持保护环境的措施 使用较昂贵的环保用品 建构较干净的排水方式 豪华的建筑并非空有其表 安全卫生以及民宿精神身像 都通过了SGS的繁复检验 所有的努力其实来自于一种简单的诚意 当客人来住宿 然后很开心的很满力的回去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最大的安慰 小琉球的失业率几乎是零 大多数的人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 其中民宿从五年前的四十多家 成长到今天的三百多家 当地居民约有一半在经营民宿 因此小琉球的民宿精神 也就是岛上的在地精神 其爱漂流墨的王理事长 为了匹配一生收集的陈列 民宿的兴建不惜血本 而且夫妇两人理念完全一致 林美族大手在加码 完成了一套无障碍设施 我都会比较贴心 想说科路到有年人带留意 有的人都会带爸爸妈妈出来 年纪那么大 有的人因为我做一个无障碍 铺度了 让他这样多轮衣三 买也方便 尤其是我会去科路到那里 他的膝盖在走路 的膝盖都没有办法走到三楼 所以像我妈妈就是八十几岁 你现在要带他去外面 他就没有办法走到三楼 当许多民宿以年轻族群 为服务对象时 林美族设身处地 想到别人父母的不方便 所以特别欢迎老年人前来住宿 低楼层的建筑 加设了电梯多了一笔预算 少了几间客房 都不在林美族的考虑之内 这种已成待人的性格 多少来自于海洋的基因 在游客未到之前 小琉球是典型的渔港 岛上居民以渔业为生 长期生活海上与大海搏斗 他们相信人船安全 与渔获量多寡 都与神明息息相关 所以不时地举办仇神活动 只有6.8平方公里的小岛 密集的宫庙遍布各处 民众坚定的信仰流露在日常生活 今天近人的传统外 随着时代演进 小琉球的环保意识也与时俱进 2013年起 琉球区渔会自发性立下规定 离岸三海里海域不得使用流刺网 在台湾渔业资源保育史中可谓创举 约束的对象涵盖了小琉球 以及外地的渔民 像我们这边的海域之前 都常常有外地的来这边放餐层网 餐层网放下去是整排的 它大小通吃嘛 它如果放下去鱼都不赶进来 现在已经禁止了之后 就有一些鱼就赶进来了 赶进来的不只是鱼 还有庞然大物金沙 阿贵经营一家潜水店 以前他和父亲一起出海打鱼 现在则带着潜水客出海看鱼 不久之前的一次行程 他中了大奖 下下去的时候五六分钟后 就碰到这个金沙朝我们而来的 我看到的时候知道说 这个鱼的体型怎么那么大 确定金沙不会攻击人 就不怕它了 这个跟保育方面 应该也是有关联 不然以前15年来 都没有看过 小琉球禁止流刺网 对于盛泰七地的保育好处多多 人知道海中生物也知道 金沙来了又走是西客 小琉球岸边的绿西龟才是常客 其中甚至有一百多只定居在这里 它们更加自由自在 再也不受渔网缠身的威胁 陈聪吉带着学员浮浅 主要就是观赏绿西龟 同时也观赏教练徒手捡垃圾 以前我光网袋带下去 人家说你带浮浅还要去打鱼 这样就感觉不好 所以说就把那一个东西就拿掉 就徒手 人捡多少算多少 由于心情减食 海底垃圾并不多 但残存的渔网或其他废品 仍然会妨碍珊瑚成长 陈聪吉随手清理 同时也想向学员传达一个意念 只要有能力 环保就应当从自己做起 黄慧娟在超商上班 工作相当的繁忙 生意好是因为老板洪豪生有眼光 当初选在岛中央成立了这家店面 包装主题又用了岛上的景点白灯塔 引来众多游客拍照打卡 白灯塔超商因而声明大噪 也成了小琉球的景点 客人一多垃圾跟着增加 黄慧娟做环保从自己做起 下班时情家整理 分类出资源回收物 捐给慈祭的环保镇 这件事情让老板极为担心 他下班的时候大包小包 可是一袋的话提了两袋 就是一只手提了两袋 我就说担心他危险 就是他注意安全 要真的不要提那么多 黄慧娟三班制的轮替工作 不论下班时间多晚 第一件事就是先用自己的机车 运送资源回收物 听从老板建议太多袋石就分次运送 每次骑过熟悉的街道巷弄 不是回家而是去环保镇 因为路程不静 陈寿山师兄希望他改送到 离家较近的回收点 我会跟他们说 因为现在我们地球已经软化 我们可以有这个时间尽量来付出 可以来做环保 他就听进去 这样就坐下来 他就是载到那个定点长期 他有三班多 他来是晚上十一点下班 他也是同时载回来 但是我们会过路到他的安全 所以说尽量可以 不要载回来 放到顶点让我们开车再载回来 黄慧娟是个小人物 多年如一日的轻运工作 只为实现小人物心中的小小善念 更可贵的是 小小善念会互相牵引 汇集出强大的正面能量 因为这些师兄 瘦山师兄 他说做环保得很好 所以有那个金面 我来这家载人 暑假将到 学校放假前 有许多废弃物可以回收 陈寿山师兄的环保车 如期而到 有叫了他们就会过来 帮我们进行回收 那他们做的都很不错 就是跟我们学校都配合蛮久的 这边的一些回收商 他们没办法收 对他们来讲 可能收了 他们没办法赚钱 汇集他们愿意帮忙我们这一块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请汇集他们来帮忙 陈寿山和其他的师兄师姐 随叫随到 说明了媳妇爱物不是口号 而是用勤快的态度来实践 他们回收别人不要的废弃物 其中纸类每年高达十顿 岛上学校就是主要的来源 一般就是细纸嘛 他们有时会用刷型的态 但是我们都会送那个米茶 过来给他们装 米茶最主要就是装课本 因为有暑假 寒假 他们都会把课本装好 再帮忙我们接到那个车上 那是度化人心的过程 同学们和慈祭志工互动 因而更加珍惜资源 他们将废弃的教具拆解 用来装饰仓库的门面 许多同学从入学到毕业 都在协力运送回收户 他们养成习惯 进入社会后 就有机会度化更多人 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 许多小人物正在护持 这座海上孤岛 他们在各个角落发光发热 小小盛行不断地传递 乘接 然后汇聚发扬 这股力量使得小琉球 不会成为垃圾岛 我们也可以加入行列 助小琉球一臂之力 停止在各地丢弃垃圾 恢复沙滩的美丽 让小岛的丰富生态得以延续 这片人间净土 能永世轮回 一直分享到我们后代的子子孙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